火車出發啟動 台鐵人員忙著試車 來來回回不斷運轉 要確定列車的安全穩定性 橘色舉光號外型的火車 是台鐵最新的改良車種 專門要運載汽車 拆除內裝改造的車廂 我們可以看到在裡頭相當的寬廣 預估可以容納3到4輛的轎車 將成為北回線的生力軍 轎車開進來停好以後 我們利用這個指輪器 就前後四個車輪 利用這個指輪器把它固定起來 車子就不會移動 相當的安全 有特地配合輪胎改裝的專用地板 未來這兩節汽車運載車 將會附掛在舉光號 以後台北到花蓮 人跟汽車都能同時搭火車上路 不僅省去大老遠開車疲勞 經濟兼具環保也成為蘇花糕 另一個替代方案 沒有空調的古龍車漸漸要淘汰了 那我們是利用這個泰灣的期間 篩選一些比較車款比較好的古龍車 然後把它改裝成可以拖印 海鐵人員錦羅密鼓做最後檢測 汽車運載車預計6月要開始試營運 要為國人開創新的旅遊型態 大愛新聞 蔡新宜 朱瑞萍 高速報道